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发展新制生产力 过去一年 全州大拼经济大抓发展 持续实施抓项目 促发展系列专项行动 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 和新型城镇化步伐 全力抓好经济建设 这一中心工作 和高质量发展 这一首要任务 全市生产总值增长4.8% 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增长10.6% 突破千亿大关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0% 经济回升向好 发展效益提高 后进增强 蔡代表 过去一年 全州高质量发展 可以说是收获满满 那么在工业高质量发展方面 有什么样的经验 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全州呢 作为工业大事 那么我们几十年来 一直传承弘扬 创新和发展金江业 按照习总司机 实实在在 心无旁骛 做实业 叮嘱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和部署 特别是发展 现与产业链 那么我们 全州有九个 天衣产业继群 我们细分收立了 三十二个 现与产业继群 同时呢 我们四级的龙头企业 304家 我们省级龙头企业 189家 围绕这些龙头企业 我们进行产业链招商 我们强化品牌标准质量 文化强势站罗 一方面 全州做优做强传统主导产业 打造万亿级协服产业链集群 另一方面 加快形成新制生产力 重点发展电子信息 新能源 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全州以强引擎 建载体 铸链条 提存量 拓增量 优环境提挫 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比方说我们的强引擎 就是抓我们的企业的核心的创新能力和我们的人才的问题 就是我们对我们的企业的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 研发平台和高层次人才三年的行动计划翻倍 那我们两年时间 我们高新技术企业有21年的1037家 已经增值现在的3060家 再比如建载体 解决我们的企业的建设过程中 遇到的国土空间的问题 我们福建省三多地少 特别是全州 经过几十年来的发展 我们的新增的工业佣地几乎没有了 只有通过园区标准化建设 来对我们的国土空间进行存供 工业园区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主阵地 也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载体 在全州里城区 有一家从事真织运动休闲服装面料的提供商 五年前租下的厂房 已经满足不了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张 我们想扩大一倍的产能 每一层计划80台左右的设备 那原来我们是160台 那现在过来有四层放机器 能增加到320 包括自建的 包括产业园区在销售的 其实很多是在500左右 就500是一边普遍的这个平均线 对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用到800 通过工业园区标准化建设 全州里城区向产业用地要空间 向容积率要空间 实施工业上楼 助推产业高质量发展 我们知道 全州工业园区标准化建设 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也成为全省的典型 那么您觉得做好这项工作 关键点是什么呢 园区标准化建设 我们一开始模化的阶段 那么就要注意的 从前端的模化 到后期的投运 我们比方说 一开始就要抓规划 抓规划是整体的规划 那么你对我们的现有的企业 怎么制作规范起来 有低效的 有效果比较好的 什么是低效 什么是高效 要有标准 就要规范 再一个就是 那你哪些是你提升的 第一批范围 所以要抓好提升环点 这个就是我们怎么做 大家一开始没有底 那你要做示范 那么第五个环点 那你要引力招商 抓原具标准化 就要解决我们现有企业的 发展空间问题 同时呢 我们还有新引力的项目 落地要有空间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 创建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 近年来 泉州深入实施 工业园区标准化建设专项行动 立足区位优势和产业特色 拿开市企园区示范项目100个 建成标准化厂房 1500多万平方米 新增入园企业1500多家 盘活低效工业用地 2.3万亩的百千万格局 推动工业规模化 集约化 专业化 品牌化 绿色化 数字化 融合化发展 您看 刚才短片里面 我们看到了 泉州的园区建设是如火如荼 企业生产也是热火朝天的 那么今年 泉州经济运行状态 应该十分良好 泉州今年的经济运行 总体开局不错 应该说好于去年同期 从工业的先行指标 拥电 拥气 物流量来反映上来 包括出口都比较好 我刚才说的 我们的企业的今年的订单 这整个上半年 远远好于去年同期 安全生产对泉州特别重要 我们的工业大势 刚才说了 春春点火 呼呼冒烟的起步的乡村工业 那么相对来说 这个早期的话 我们的泉州的工业数量 门类众多 人口又多 安全事故频发 作为我们熟悉政府的 熟悉责任 和我们的行业主管责任 这些三方企业主体责任 三方责任 关键怎么压实 要压实的话 我觉得要有专业化精神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完善重大风险 处置统筹协调机制 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部门监管责任 地方属地责任 提升处置效能 2021年 全州安全生产 标准化提升专项行动 开展以来 生产安全事故起数 死亡人数 连续三年实现双下降 2022年 在全省安全生产 和消防工作目标 责任考评中位列第一 首次扭转 生产安全事故总量 常年位居全省首位的 被动局面 2023年 生产安全事故起数 死亡人数同比下降 13.1%和20.6% 死亡人数下降幅度 全省第一 全州安全生产标准化 提升专项行动 典型做法在全省推广 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安全生产标准化提升专项行动 具体都有哪些内容呢 我们纵向的 从我们区域里面 丰则区和我们十四 有代表性的区域里面试点 那么行业里面 我们46个行业里面 找出标杆企业 每个行业的 哪些企业做得好 它的整个 从它的企业的管理 生产流程 仓储 物流 营销 各个流程里面 它的风险点在哪里 隐患点在哪里 围绕中大风险和中大隐患 保企业这些 分析清楚 我们形成了三张清单 就是检查清单 检查哪些 就是要具体细化 整个的全流程 那么这个就是 通过检查过程中 哪些没做到 打岔 打岔的正会形成 隐患清单 隐患清单 同时企业进行整改 整改的过程中 动态更新 那就是整改清单 那么同时呢 我们根据 对企业的这个 隐患清单 和企业的风险 进行评估 把企业分成四大类 红 橙 黄 蓝 蓝颜色的就是标杆企业 比较做得好的 那我们 行业监管部门 就心中有数 哪些企业是我不放心的 一旦有事故 或者说 其他的事件的发生 我们就重点检查 哪些事情 您刚才 给我们介绍了 泉州的工业发展情况 那我们今天呢 演博士 也有一个数字员工 叫做全西云仓 咱们现在去体验一下 好 小敏您好 您好 请问 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请帮我介绍一下 泉州 泉州 是经济大事 制造业大事 也是古代海上 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 首批历史文化名城 首届东亚文化制度 被誉为世界宗教博物馆 大家好 我是全国人大代表 泉州寺人民政府 寺长财山盛 欢迎大家来泉州 泉州是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城市 以列祖世界文化遗产平路 来泉州 感受烟火器 体验 闽南文化 泉州 欢迎你 长达三个小时的泉州民俗彩街 给我最大的感受 就是它特别的精彩 也非常的丰富 民俗彩街 是今年泉州闹新春的重头戏 从泉州各县市区 联选出最具地方民俗特色的项目 分成锐龙城祥迎春来 市井十州人 长海万国商等六个篇章 展现了泉州璀璨多彩的民俗文化 之前有听说过 然后今天特地过来看的 我觉得传统文化能够传承下去 是非常难得的 乡镇啊 包括地势啊 各种各样的民俗的活动 这个是很有特色的 在刚刚过去的2024年春节假期 泉州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 两个指标均居全省第一 并创下历史新高 那现在呢 泉州正在加快成为 全国知名的网红城市 还有旅游目的地 那么它身后的这个文化底蕴 还有浓郁的烟火气息呢 是吸引了无数的海南游客 到泉州去探访 那它的魅力究竟是什么呢 我个人的思考 背后应该是文化的魅力 在习总世界的关心关怀下 泉州宋元中国 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这为我们泉州 这一轮新的发展 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 那同时呢 我们泉州思维市政府 按照省理的要求 这几年 我们加快了 这个中兴城区 和我们所有的县市区的 特别是历史文化街区 那么我们提出来 每个县市区 打造一条 你自己的 本地说文化的历史文化街区 特别我自己的观察 80后和90后 春节期间 来全人尊多 那么这个比例 占了我们总体人的 跌进60% 那么八九十年代 成长起来的 这新一代的 我们的年轻人 他更多地关注 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 我觉得文化是一个城市的魂 那么他的文化底蕴 和我们当代的传承 和保护利用 结合起来 打造文律 一定要讲好 本地的文化和文化 旅游和文化等等 那么接下来 咱们全州将会如何发展呢 我们下坡 特别是按照这一次的 两会丁审 习近平总司机 那么的讲话要求 我们坚持 习近平 新一世代 中国特色社会的思想 按照省委省政府 部署的三增行动 结合全州的实际 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 全力增创 全国的新型工业化 示范城市 同时呢 把我们的全州的文化底蕴 充分地去挖掘 利用 高质量地推动 我们全州的经济社会 为得快速 高效地发展 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两会观察 今天呢 来到我们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海部TV 设在北京融媒体演播室的嘉宾 是全国人大代表 王晋祖 王代表你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好 嗯 张州最近啊 可以说是喜事连连 受过累累啊 这个龙年春节刚过 张州呢 又迎来了大喜事 咱们呢 先通过一个短片 了解一下 的确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啊 总投资四百四十八亿 这么大项目的背后 肯定是有故事的 2022年的12月份 嗯 总书记到沙特访问的时候 亲自推动的一个项目 嗯 他对我们的整个产业呢 尤其是古雷的化工产业 起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嗯 那这个项目是怎么样呢 我给你画一张图 嗯 可能表述一下 里面就更清楚了 嗯 太好了 嗯 这是一千一百万吨 嗯 这个项目呢 就是炼化一体化 嗯 那么这个炼化呢 它就 这个原油通过炼化 它就生成三样东西 嗯 嗯 青石老油呢 就做了就是乙烯 PX呢 出来就PTA 嗯 本呢 就是本安 红盐油它就裂解 原油一千六百万吨 那这些走到后面呢 就变成这个是油头到化尾 它就是从塑料 布匹 嗯 有的在偶边讲了 还有一条链走出来 是荒厅 它是西厅做塑料 荒厅做巨汁 啊 巨汁 啊 所以能做到的 从一滴油到一匹布 嗯 吃干杂技 哦 整个产业链条 非常完整 全部完整 原油到底是怎么变成产品的 我们到了古雷实地探访 在十五万吨级的古雷南二号码头 船舶靠岸后 油品会通过输油壁管道 卸载完并储存在码头的灌区 装载这些灌区的油品 最终会沿着长书管廊到达生产区 现场密密麻麻的塔罐 它们的功能就是将宁稀油 以及燃料油原料 通过一系列的工艺处理流程 最终得到日常生产生活需要的化工产品 它的内部结构是一层层的塔盘 作用原理是根据不同的油品 它的费点不同 从中我们把二甲本分离出来 它的层数越多 分离得就越精细 我们得到的产品就越纯了 所以这个448亿呢 其实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工业的产业 一个龙头企业 这个项目呢 我想会拓展很多后面的后裔物 它会带来相当多的后裔的 跟进的一些相关产业 现在古雷落地的都是百亿级的大项目 这个往南走啊 我看咱们张周这块来 中文化發展 首先對漳州來講 是更好的直接跟粵港化檔案區的連接 也就是一個咱們東南沿海 這個鐵路大通道的一個關鍵接連 對 很重要的一段 這也算是貫通南北了 那這下我從福州到咱們漳州去吃小吃 看風景甚至到潮汕去吃這個生煙 那就更便捷了 一個半小時 一個半小時 然後你從漳州到汕頭也就是40分鐘 一下整線的沿海通道 美麗的海灣 美麗的景觀 又有很多的美食 海鮮大餐都在那邊等著 您這麼一說 我這塊已經是身未動 心已遠 等到建成的時候 肯定會拉動咱們漳州 以及周邊一些地區的旅遊 那麼今天我們演播室 也設置了一個新的體驗 叫做全西雲艙 請您一塊去體驗一下 您好小允 你知道漳州哪些景區景點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嗎 南京土樓和華安土樓 南京土樓的兩群兩樓 田羅坑土樓群和坑土樓群和淮遠樓和桂樓 華安土樓以二一樓為代表的華安大地土樓群 都於2008年7月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正式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大家好 我是全國人道代表 漳州市委書記王敬竹 漳州是一座歷史永久的歷史文外名城 也是開放之城 更是綠色之城 花果一米之鄉 歡迎大家來漳州做客 漳州核電三號機組核島工程開工 2月22號漳州核電二七三號機組開工建設 四號機組將於下半年開工 這是福建近年首台開工建設的核電機組 標誌漳州核電二七工程建設序幕全面拉開 此次開工的二七工程三號四號機組 總投資約400億元 在一七工程基礎上 實施30餘項重要設計改進 工程投散後 將進一步優化福建省能源結構 對促進福建省綠色低碳轉型 和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這個核電項目起來以後 對漳州能源結構綠色低碳轉型方面 會有哪些幫助呢 我們漳州是規劃了六台百萬級的華龍一號 像我們一百萬這個裝機容量的發電機組 它一年會減少三百七十萬噸的燒煤 會減少八百二十萬噸的二氧化碳排放 所以它的溫室效應就大大減少 這就是清潔能源 我們還有五千萬的風電海上風電 三千萬的光輔 集中光輔 還有三百八十萬的抽水汐人 這台風機它的高度是六十五米 單個葉片是三十二米 按照我們額定功率下 它轉一圈的話大概是一度電 漳州地處東南沿海風能資源豐富 可規劃裝機規模約五千萬千瓦 被認為是我國十四五期間最具大規模 連片開發海上風電條件的區域最一 在漳浦 東南沿海最大的海上風電重型裝備製造企業 浮船一番的車間 正在熱火朝天地生產著 在碼頭堆場上 一根根長達一百米 直徑八米多 重於一千六百噸的單樁 已經組裝完畢 待交付後 將被打入距海平面幾十米的海底深處 使風力發電機組牢牢扎根海床 如果按這樣佈局下來 漳州一連能發三千一度的連 主義是一個重要的清潔能源基地 也將變成是很重要的能源輸入中心 它是可以輸往廣東 因為閩越連環工程已經建成了 然後可以輸往江西、湖南、湖北、安徽 這個連過去 還可以從北邊這邊東邊走 直江江蘇上海 習近平總書記 在看望參加政協會議的 民革科技界環境資源界委員時強調 要推動經濟社會發展 綠色化、低碳化 加強資源節約、急約循環利用 拓展生態產品價值 實現路徑 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 為高質量發展注入新動能 塑造新優勢 這些項目的足夠落地 跟我們建立一個機制 是息息相關的 什麼樣的機制 一個就是我們建立一個前期辦 對項目進行前方位的謀劃、規劃 然後形成前期最成熟的條件 來納入國家的整個投資計劃 第二個就是項目建設的服務 我們的服務是前生命周期的管理 我們提出了這麼幾個 哪地即開工、進工即驗收、驗收即投產 這就讓項目提速 一步跟一步 一步跟著一步很快 我們的主導跟支柱呢 其實我們就叫 簡單來講叫三頭六臂 三頭六臂 三頭六臂 什麼叫三頭六臂 哪三頭呢 其實就三個大龍頭 我給它簡單規賴的叫做 油頭、楊頭、鋼頭 這三頭形成六個產業鏈條 所以我減成六臂 那這六條臂拼命延伸出去 變成牽手 煉桃更多了 比如說我們現在 趙灣這個區 是我們兩國雙樣很重要的 一個產業基地 主要是要做金屬材料 和國家以戰略物資的儲備基地 那麼油頭就佈出在張浦的古雷 在龍海的這個張州開發區 這邊我們做的是糧頭 就是進口大量的這個糧食 肉類、水產品、糖、油 那麼就三個地方 多是跟中非經貿合作創業區的 預言五七多中心的關聯在裡面 既佈局我們的重大產業 又把我們的產業龍頭 放到最合理的空間去 讓它更好地成長 我們去年2023年 這個我們張州市 跟福利賓的經貿這個貿易額 增加了57億 增長了40% 是 我去年這個警方茅牆會的時候 恰巧在這個會上碰見你們 是 當時我們也採訪了一些 這個菲律賓的一些企業 包括一些這個僑資 他們也都在非常熱切的 期盼著兩國雙元這個項目 早點能夠成行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 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 促進互利共贏 主動對接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 穩步擴大制度性開放 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 兩種資源聯動效應 鞏固外貿外資基本盤 培育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我們想在國內需求更多的 更多機會 然後還有一些 業產業需要走出去的 我們很希望其他問題 更輕易的一個位置 福建省和東南亞是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 在國際經貿合作中 福建與東盟的雙向投資合作 具有獨特優勢 通過兩國雙元合作 將充分發揮福建與印尼 菲律賓經濟結構的互補性 實現互利共贏 其實這個園區的建設 總書記當年破壞的 一帶入戰 就是我們的行動抗命 一個地方的發展 尤其是產業發展 它不可能是 固壁自封的 只有內引外連 我們才能形成一個 很強大的產業體系 和經貿合作體系 漳州要大發展 必須要做好做大產業 漳州的產業發展 首先要有項目的支撐 包括技術設施 公務設施 還有產業自身的項目 所以我們提出了 產業發展項目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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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建領 產業發展項目建設提升領 產業發展項目建設 增效領 今年就增效了 也是深入地來 這個弱勢神偽提出的 三爭行動 拓展工程 把增效工作 在產業發展項目中 去奪得更好的成效 看來漳州勢頭正盡 潛力無限 在這兒我也跟您一起 給咱們漳州加個油 祝漳州越來越好 感謝主持人 漳州一定不忘初心 也一定為全省的高質量發展 做漳州的貢獻 為打造全省高質量發展 重要增長機 做漳州的努力 非常感謝 以上就是今天五間新時空的全本內容 感謝收看今天的節目 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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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全国两会 全媒聚焦 新不见难途 嘱托再见 接续奋斗 图写新篇 新发展 新征程 从春天出发 我们向心而行 福州 有福之州啊 7686 布里福丘啊 我在福州工作了67年 我这个一生的最好的年华 也是在这里共和 闽山闽水 旗帜高扬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高质量发展展现福建作为 大家放心 不会出身 能为国家做出贡献的 是最重要的 山海距离 未来可期 站在历史的交汇店 以奋斗之资 颁赴光荣平梦想的新征程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入实施 深徐争忧 敢为争先 实敢争效行动 奋力谱写中国是现代化 福建篇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东南卫视 海峡卫视并级直播的 海峡舞报 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 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 举行闭幕会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 会议通过了政协第十四届 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关于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以来 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 通过政协第十四届 全国委员会提案委员会 关于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 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 通过政协第十四届 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政治决议 闭幕会上 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闭幕 在闭幕会之前 第三场委员通道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部分全国政协委员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当下通用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了 全球科技竞争的制高点 要赢得这一场 次官国之大者的科技竞争 关键还在人才 我归国三年多来 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开设了通用人工智能实验班 简称通班 聚集了我们中国最优秀的一批年轻人 去年在教育部的支持下 又有八所大学 加入了我们通用人工智能 博士联合培养计划 简称通计划 共同打造一支能够代表国家的战略力量 在委员通道上 全国政协委员台蒙辽宁省委会主委蔡瑞介绍 因为工作的原因 她结识了很多来自台湾 在祖国大陆工作的科技工作者 也看到越来越多的他们在祖国大陆安居乐业 这些台胞认为 祖国大陆给了他们事业发展的无限可能 现在我们正处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 飞速发展的新时代 充满了无数的机遇和可能 在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进程中 两岸融合发展的新时代